叭啦叭叭叭叭叭叭叭 那些年我们买过的去黑头面膜 那我的死了 妈妈我想吃烤铲鸟 阿姨 怎么来电了 妈妈你没事吧妈 我冰了你吓死老娘了 你看我吓不吓烤链我打死你 你脸上涂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我刚买的清洁面膜 就是最近脸上长黑头闭口大爆发 看着你明星在月后就买了十几罐 可以吸走黑头的 吸走黑头 吸走智商吧 想要靠清洁的面膜来吸走粉刺和黑头 不可能的 你脸上涂的是泥不是太一泥没有那么能吸 清洁类面膜的吸部原理大概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利用不同物质所含有的 阴尼子和阳尼子的相互吸引作用 来把皮肤污垢带到皮肤表层的 像还有海泥或者是高凝土的清洁类面膜 就是依靠这个原理 海泥和高凝土在水中溶解的时候 会产生正电荷和负电荷 而我们的皮脂是同样带有电荷的 当它们两个相遇的时候 就会像瓶铁一样产生不容易分离的吸引力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皮脂 从我们的皮肤上给带走 第二种是利用物理特性来吸附皮脂 比如说火烧泥 或者是活性泰这类的清洁类面膜 这种多孔类构造的成分 对于皮脂有比较强的吸附类作用 能够带走毛孔表面的皮脂 但是无论我刚才说的哪一种面膜 都只能够吸走皮肤表面的油脂和老费角质 对于比较深层次的粉刺和黑头来说 别傻了吸不掉 可是我每次用的时候都感觉 鼻子上面有白白的东西被吸出来 那个不都是脏东西吗 你每次敷完面膜 看到鼻子上冒出的那些白白的白头 其实就是你毛孔里面的油脂和脚栓 长时间泡在面膜的水里面 吸收的水分体积变大上浮了而已 但是对于已经固化的黑头来说 清洁类面膜最多能够让角质层的黑头 松动和上浮 想要全部拔起来 清洁类面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你只是因为看到它出白头 就觉得那是在清洁黑头的话 其实也不用花几百分点去买清洁类面膜 你拿卫生纸泡白开水过个十几分钟 它也会浮出来的 可是你都说那能泡出来 那不就在清洁毛孔吗 你洗掉那个东西不叫黑头 叫纸质微丝 这是一种半流动状态的皮脂 一般出现在皮脂线比较发达的 油皮妹子上比较多件 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是没有办法彻底去除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的用清洁类面膜 去清洁纸质微丝的话 从面膜的吸水性和它的磨砂 可以来说对于皮肤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尤其是现在秋冬季节天气本来就很干燥 你还去做这种破坏皮肤屏障的面膜 迟早会干到起皮空限制 如果想要吃点的解决黑头问题 做个小气泡或者是果酸换肤 毕竟这个大鸡板的鸡肋用的安全的多 我要在你头上写一个彩子啊 想知道明星换头变美的秘密 就关注新洋的微信公众号吧